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点点思考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揭秘气候变化、地球的热潮 二、历史的温度计、气候变化的政治热图 三、大气的物理课、气候变化的科学热浪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揭秘气候变化、地球的热潮 好的,让我们以一种轻松又不识专业的方式 来聊聊这个让地球既热情又烦恼的话题 气候变化或者说地球的热潮 首先,想象一下地球是一位中年的星球 它已经见过的灰烬状故障使用它 如果地球有自己的社交媒体 它的状态更新可能会是 感觉自己身体状态不太对 最近总是发热 可能是中年危机吧 没错 地球正在经历一场 由我们这些繁忙的人类活动引发的中年危机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简单来说 就是地球的平均气温在上升 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比如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 冰川融化 海平面上升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比作是地球的热潮 那么这场潮流背后的推手是谁呢 答案是温室气体 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 就像是地球穿上了一件不透气的大衣 这件大衣让太阳的热量进来 但是不让它完全散出去 导致了地球的发热 而这件大衣是我们人类通过燃烧化质燃样 砍发森林等活动 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 有趣的是如果地球能够去医院看医生 医生可能会建议他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多吸收一些碳 这就好比是告诉地球要减肥 多吃蔬菜一样 而我们人类就是地球的营养师和健身教练 是要帮助地球制定减排计划 比如种植更多的树木 发展可再生能源的 但是气候变化的问题 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就像减肥一样 持之以恒的努力和正确的方法 有时候地球可能会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以哈赞巴克而暴饮暴食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努力 最后让我们以幽默的方式结束这次的分享 如果地球有一天真的能够发微博或者发推特 它可能会感慨 感谢我的人类朋友们 虽然你们有时候让我头疼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努力 我的中年危机才有了缓解的希望 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为地球减压 让这个美丽的星球能够健康地继续履行在浩瀚的宇宙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历史的温度计 气候变化的政治热途 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地球的一次次体温测量 更是政治力图上的一次次一次次热力扫描 如果我们将历史是唯一部气候与政治共舞的史诗 那么这部史诗中的每一个转折点都充满了戏剧性和教训 让我们先回到大约公元前1600年的小兵器 那时的欧洲人可能在想 这是谁挑递了地球的暖气 农作物欠收欠收饥荒频发 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自然的关系 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重组 这不仅是一场气候危机 也是一次政治版图的重汇 各个部落和民族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 不得不进行迁徙战争 甚至是政治联姻以图生存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气候变化有时候比最狡猾的政治家还要会完全谋 再跳到14世纪的欧洲 那时的气候变能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大幅下降 假之黑死病的肆虐 欧洲人口锐减三分之一 这不仅是一场人口的灾难 更是一次社会结构的大洗牌 龙奴制度开始动摇 意味劳动力变得异常宝贵 同时 这也促进了技术的革新和探索精神的觉醒 为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气候变化无形中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特此声明 我秀选黑镇行我来入境来 构建AI理应 并带我来黑镇账户上写用 气候变化的政治热图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 随着全球变冷的加剧 我们看到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新角色 气候难民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而产生的新型政治联盟和冲突 各国政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博弈 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 每一个国家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权进行着决力 而在这场大戏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莫过于一些政治领袖 对气候变化的否认态度 这就像是在房子着火时 有人坚持认为这只是因为今天阳光太好了 这种荒谬的逻辑 有荒谬的逻辑 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 反而加剧了危机的发展 总之历史上的气候变化不仅是自然现象的变迁 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 它想一念镜子 映照出人类社会的脆弱性和示意性 提醒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地对待我们来以生存的这个星球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我们的选择和行动将决定历史的走向 所以让我们拿起历史的温度计 为地球降降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气的物理课 气候变化的科学热浪 好的 让我们一起搭乘时光机 回到过去 再穿越到未来 探索大气的物理课 气候变化的科学热浪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即将启程 首先我们得回到大约4 5亿年前当时的地球 一个年轻气盛的星球 正在学习如何平衡自己的温室气体 想象一下 地球是一个刚刚入学的小学生 他的书包里装满了二氧化碳 气氧烷等温室气体 这些气体就像是地球的保温坛 让地球不至于动成一个大冰球 但是流动成一个大冰球 地球有时候会不小心把保温坛拉得太紧 导致自己发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温室效应 快进到工业革命 大约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人类开始大量烧煤石油和天然气 这就好比是给地球的保温坦又架了一层 地球开始觉得有点热 汗珠子极端天气事件开始低落 现在让我们穿越到21世纪 地球已经是个热浪滚滚的大热锅了 科学家们成为地球的医生 他们告诉我们 如果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地球的体温全球平均温度将继续升高 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这里有个有趣的比喻 如果地球是一位病人 那么气候变化就像是病人的发烧 而我们人类就像是不停给病人加被子的护士 问题是我们是要继续加被子 还是开始采取措施 降低病人的体温呢 幽默归幽默 但气候变化的问题确实延俱 科学家们通过复杂的气候模型 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趋势 就像是天气预报员 但他们预报的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的天气 这些模型告诉我们 如果不采取行动 我们的未来可能充满了极端天气事件 比如热浪干旱洪水和飓风 但是希望还是有的 就像地球曾经学会了如何平衡自己的温室气体 我们也可以学习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保护我们的地球 每个人都可以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那些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报告时 不妨想想我们这个星球的旅程 以及我们作为地球公民的责任 记住 改变始于行动 即使是最小的一步 也是朝着更好的未来迈进一大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社会的热议话题 气候变化的文化温差 在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气候变化 这个话题犹如一杯热咖啡 一方面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和行动 另一方面却也可能让人感到焦虑不安 但是如果我们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 或许能够让这个沉重的话题变得更加容易接受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气候变化的文化温差 气候变化的文化温差 并不是指气温的变化 而是指不同文化社会对气候变化认识和反应的差异 就像穿越不同气候带时 你可能需要换上不同的衣物一样 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和措施也大相径庭 在一些国家气候变化被视为迫载媒介的危机 政府和民众都在积极寻找解决方烂 比如有的国家推广使用电动汽车减少温室气体台放 就像是穿上了一件保暖的大衣 试图抵御寒冷的清晰 而在另一些地方 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可能就像是冬天里穿短袖的勇士 要么是因为不够了解问题的严重性 要么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小小努力无法改变大局 有趣的是气候变化这个话题 也像是一场全球性的服装秀 各国展示着自己的时尚 也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和技术 有的国家展示了高效的太阳能和风能技术 就像是走在时尚前沿的超模 而有的国家则还在坚持使用化学燃料 就像是依旧钟情于复古风格的时尚爱好者 但不管怎样气候变化要求我们所有人 都必须换上新的衣服 也就是采取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法 这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放弃一些习惯 比如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 或者多走路少开车 虽然这些改变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适应 就像穿上一件不合身的衣服一样 但为了地球的未来 这些不是是值得的 最后让我们以幽默的态度 面对这个严肃的话题 就像穿衣服一样 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气候变化应对装备 但只要我们愿意尝试 愿意尝试愿意改变 总有一天 我们能够找到既舒适又时尚 又能保护地球的完美装扮 各位观众 我们刚刚一起揭秘了气候变化的一些秘密 通过幽默的方式 我们了解了这个世界的热潮背后的推手 历史的温度计 大气的物理课 以及社会的热议话题 气候变化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但我们不能因为它的严重性而感到沮丧 相反 我们应该抱着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为地球的未来努力 从科学角度来看 气候变化是地球自然变化的一部分 但我们人类的活动加剧了这一变化的速度和程度 因此 我们应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采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保护我们的地球 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也是为了我们的后代和整个生态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政府 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政府需要出台更严格的环保政策和法规 企业需要加大研发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的力度 而每个人都可以从小事做起 比如节约能源 减少废物等 最后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请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分享 讨论 共同为地球的未来努力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